低头刷屏,半空式酒座,含胸驼背,这些都是现代都市人群的生活状态,也是容易忽视的致病生活细节。 当前,疼痛已经成为气体温心率等之后的第五大生命起征,其中腰痛最为高发,在成年人群中,80%有腰痛经历,快速刺查腰痛经历,能摸到痛点,按压会加重。 如果感觉腰痛比较矫浅,自己能够按压到,施加压力后疼痛更加明显,可能是肌肉,筋膜,韧带的炎症,此时可注意休息,放松肌肉,导致良好的生活工作姿势,只顾热肤或高扰。 如果一周到二周未见好转色就正检查,位置较深,活动受限,如果在体表轻压没有明确痛点,但是要不伸去旋转活动受限,这有可能是腰椎间盘蜕变或小关节功能紊乱引起的。 程度严重可以拍片不合词,小关节错位的早期可以是行手法复位,但如果超过一天,一般就不要大力推拿了,否则可能加重损伤。 腰痛伴随下肢放射痛,所谓放射,是指沿着腰底部一直向下方至大腿,小腿或足部的一条区域的串痛和麻木,这一情况可能是腰底神经受累了。 最常见的原因,就是腰椎间盘突出症,凝重者突现随脚力量减重,又需要提示救诊,检查腰扩原因和程度,安静休息也有明显腰痛,不腰断裂似法导。 小燕飞这简直就是网红状练练方式,简单有效,但是对体力有所要求,动作要点,打在床上,胸腹部接触床面,头部和四肢绷直向上翘,坚持5到10秒钟,反复操作,每次5,15分钟,适合体力较好的中青年人群。 睡前和导体各做一做很方便,后抬腿这是个进化姿势,岁数比较大或体质较弱的人群也都可以尝试。 动作要点,趴在墙上或地上,双手撑住,保持上肢绷直,尽量向后交替抬一条腿。 长期坚持,对腰部肌肉力量也会有改善,平板支撑,这是一个看起来简单做起来难的项目,有段时间,朋友圈晒记录的笔笔揭示,该方法主要锻炼核心肌群,当然也包括腰背部的脊柱稳定机,不过要量力而行。 一次的记录不重要,关键是要保持锻炼习惯,坚持不限,无点支撑,这是老烧嫌疑的锻炼方式。 重点推荐,这种锻炼方法难度系数比小燕飞低,只需躺在床上,屈肘屈膝,一头肘部,双肘,双足着床,将腰臀部抬离床面悬空,这四种锻炼方式哪种都可以,关键是选择适合自己的并长期坚持。 需要强调的是,在腰腿通发作期,还是以休息为主,只有在缓解期才适合做腰背肌功能锻炼,并且一次时间不用太长,但只要能长期坚持下来,就可以有效预防腰通在发作,也能延缓脊柱衰老,将腰椎间盘突出正远离名,出发轻症,持续时间短,症状较重,反复发作,症状严重,难以缓解。 腰椎急症,急症手术,腰椎疾病的患者,如出现持续屁股麻木,脚胎负起来,大小便失控,则需要高度警惕一种腰椎急症,马尾棕测症,此时要尽快就诊,一旦缺诊,要早期手术减压。 如果延误,可能导致神经功能损伤后疑症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吻器器牛CMXYC,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